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头雕依旧是分开陈列的 如果你选择的是豪华版 则是有经典和变异的两颗头雕 并且全都是采用了直发工艺 同时还附属了代入感很强的舞台场景 《小走灰魂》改编至恐怖大师史丁分金的原著小说 玩具对于影片里所呈现出来的恐怖造型 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而这次在直发工艺的效果上也非常出色 不但呈现出了完美的行准 甚至就连发际线的边缘也做了过度处理 而另一颗边一头就更加凸显其强大的制作工艺 细节可以做到每一根发丝到纵横交错的牙齿都很贴近于影片 并且两颗头雕也内置了可调节的可动眼球 通过调节也可以呈现出影片里眼球外扩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体和服装方面 厂家在服装臃衷感的体现上 到服装褶皱的细节和领口的层次设计 以及身体上的线球甚至物质都达到了百分之百还原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爱看的PK环节 和后台式的小手回魂相比 我也不怕得罪人 我就敢这么说绝对吊打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产物 Inart的这款 不管是从头雕的制作工艺到还原度都完全碾压 我们跑去直发不说 头顶的内痕处就有明显差异 而另一颗变异头就更没法比了 这可真的是时代在进步 技术在革新呢 也不只有在头雕和服装方面 甚至就连配件有明显差距 HT甚至连荷门线都懒得为我们处理 HT的这款也不是一五十出 它可以作为Inart的配件包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配件 首先是六支替换手型 还有用来勾引小孩的子传 那最后就是这个非常有代入感的地台场景 这款小手回魂也是Inart出货的第三款产品 目前来看每一款玩具 也几乎能达到和官图一样的水准 我认为一款好玩具的出品 也取决于厂家对于玩家的态度 每天只想着再把混色圈钱的公司 消磨的也只是玩家的耐心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 拜拜